918墙鎮 花蓮玉里有一栋九層楼高的大楼在地震过后 水泥地跟柱子上出现了很多的裂痕 磁砖也剥落 住过仔细一看 觉得这个大楼在镇后似乎有倾斜的情况 担心如果再发生余震 可能会坍塌 干净找来土木技师评估 水泥地出现长长的裂缝 砖头墙部分倒塌 墙上的磁砖也剥落 没倒的围墙也出现错位 看起来摇摇欲坠 平常有裂缝的地方 突然下陷了更多 裂缝更大 然后那个高度差越高 植树的地方也有受损 这里是花蓮玉里当地最高 有九层楼高的建筑 在9月18的强震过后 多处损坏 出现高低落差 民众目测大楼看来有些倾斜 担心再一次的地震恐怕会发生危险 地下水冒出来的问题没有改善 然后它去冲击到它的基础 历经那么多年 可能因为地震的关系 它才会做倾斜的一个动作 住户猜测大楼倾斜的原因 可能是过去地下水渗漏没有处理好 导致地基不稳 外围的话 这个地面 它是有一点下陷的现象 下陷 这个不是主结构 大楼住户目前已经请来土木济师评估 如果没有大两百分之一 可以修正 土木济师表示 如果倾斜没有超过规定的数值 就没有安全疑虑 但实际的角度还要用器具来测量 大部分都有回来 还是有回来 有几户没有来 大楼共有16户的住户 大部分都已经回家 但有部分住户表示 要等没有余正才能安心返家 记者陈津洋花莲报道